欢迎来到青岩布吉记事 今集又讲一讲电单车经 因为布吉开电单车的状况 与香港开电单车的状况很不一样 连一些工具和扣物也有点不一样 今次就讲水箱水的问题 我在香港开台湾三洋车 准备的水箱水非常方便 在标板上拆开盖子 放水进去就完成了 现在开台125小车 我开台Honda Quick 125 换水箱的情况又不一样 先讲讲这里我一般所有大小工作都是交给车房 但是为什么水箱水要自己换呢? 原因是水箱水其实布吉的天气很炎热 水阀很容易蒸发 但是所谓的蒸发呢? 只不过是蒸发很少量 如果你自己去refill 其实是买一粒的这些水箱水 每次refill 都要refill 大概是一个瘦口水瓶盖 多的水量 那并不会太多 于是你觉得 如果只不过是吸收这么少的水 而去打搅车房 又花一笔钱 就好像有点无谓 车厂了一点 那这个浸水的工序 不如自己做吧 原来的过程也很简单 只不过Honda的位置就比较棘手 它就在车的肚腩底里 同样也是 简单地 只不过是隔开一粒螺丝 揭开了一个盖子 你就会见到这个水箱口 就沾点水下去就可以了 当然也有人建议用清水 当然如果这些所费部机 就不如用专业的水箱水 就说一下我去买水箱水的经验 我在Supercheap买 他就问了职员 这个水箱水合不合电单车用的 用简单的泰文 摩特西? 蓝? 这个职员说 如果你摩特西呢 建议我买现在这个 Honda摩特西的蓝 即是这个水 价钱只不过是45匹而已 更加不要麻烦车房 只不过45匹 增一个手水盖不多多 这枝又是随时都用几年了 所以就不如自己做吧 我这么简单 果然这个浸水箱水 下次想都看不穿